最后一手了 没有喊了吗 开了最后一手了 电狗 甚至华链 还一个是打麻将 真有他们的还一个是打麻将 电狗不想看了 电狗还可以吧 也不恶心 他都30分钟就解决战斗 大胜打伐木鸡 看一下 小巷2.0 是的 怎么还在华兄弟们 累了 累了 都bp完了进去了 要拿一手了 打团了一击 来来来看看 打团了 请做好开战准备 西北险呢 西北险呢 西鬼险呢 大胜打伐木鸡 伐木鸡先走中路 大胜这把也是先走中路 看你怎么走 我就去了 夜魔晚上世界大 看到伐木鸡了 中单电魂打TA 哇 沟梯有东西啊 家乡字也能打出来 30秒后战斗开始 这句 家乡文化很严重 这啥字啊 看不懂 不会呀 我不懂呀 兄弟 我不懂呀 有谁知道吗 不懂 不会是符号吧 符号 符号 这是R字 中等号角 响彻全场 啊 他们也是让伐木鸡上单啊 那我直接上去 这把应该不会太吃亏 这把上去的快 大胜 一模往下走 看一下一模的对线啊 抽 电魂打TA 电魂优势很大 前两波是打不过电魂的 但是电魂 帮你啊 帮你啊 帝波兵 帝波兵看能反不及格 他可以再混一下经验 打野啊 这个不应该啊 不找了 狂小师 哎 风行 哎 你也没反骨 我 我 长行风大眼 我感觉一模打得很舒服啊 从那个刀没反捕到就感觉 状态没那么好 好吧 他这一波推过去打小野了呀 是的 我让他打得过分点 可以压力补刀呀 我凭啥打小野啊 两级打小野太伤了 一千万三级 好嘞 打得太慢了 我感觉 嗨一下 别别打小野 嗨一下 看了怎么觉得 你妈 骄阳四级拿猫都不打小野的 我操 都要跟Lina打 不能让他控补五个塔到的 还好 他最近的电狗 都是三十几分钟解决战斗 能接受 一魔挺好发挥的 不会打到 一魔和大圣可以找电狗 大圣够肥的话 电狗不是很好发挥的 对的 这讲得要害一下吧 不害 打小野了 五个 两个 不得太舒服了 我意思是 五个传补 四个 不是四个很舒服 这又是一波 哎 刚才他应该把这个阮神兵 拉进来会好一点 拉到外面来 近战兵 这波一魔被充满了 但是是 开折光有功啊 开折光有 等于是没起 上路 打出被动 板 十 这把大圣会压伐木器 好吧 大圣拿一血的话 他建立一波 然后那个酱油踢下呀 建立一波 又是可以踢下来呀 讲到你上路 踢下了呀 是吧 你看 他冰多 他冰多 冰龙来了呀 冰龙来了 冰龙来了 在秀 魔棒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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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多了 你是要大退一下吧 还会丢一下针 是 是会 有时候会卡一下 打个三把 最好是大退一把 东路 我的这把见面太好了 就有什么 咱跟奥一般 对 Doch 对 还 100 帅 那 默 没空 飞张 需要 拳完了 抽功又好了 天府抽 哎卡卡卡卡你這叫不卡我不信 哎上路的雞卡卡的雞往上送 我被困住了,被困住了,被困住了 拿出buff了,抓著扣 沒動手 要不要板下吸血,板下吸血 加速手刀,補刀就是舒服,攻速快,加腿了 要刷也行,就像聚越者那樣打也行 我只能說那樣打容易贏一點 如果你強帶節奏沒打過 有TA,然後他線上比較肥,他是可以打節奏的 邊打邊刷的裝備書,連擊刀之類的 就有時候大勝是看自己肥不肥的 看陣容的呀,你中路是個TA,你還要出狂戰 是不太好 他這把偏打好一點 你如果是Puck,你就可以出狂戰 他線上比較肥,他這把拔木機壓了 拔木機才1600,他2700了,2800 下路晚上了,晚上的夜魔 他怎麼沒買裝備嗎?忍心槌 感覺夜魔忍心槌不好啊 他是配合兵龍的嗎? 配兵龍 配合兵龍,中路 一某一某 一某打野 馬上有折光 殺個雞 加入鈴子哥 再去個V V一下 他沒有基礎裝就把我們兩個都殺了 這也行 直接買個GGG 難辦了呀 變狗馬上不可能暫現呀 他基礎裝都沒 出門裝把他們兩個殺了 下路就包打了 一個單殺 小包 馬上也飛,往往往往往往往左下飛 沒 沒劍 不了 分訊連劍都沒有 等級高了就不怕了 通過 中落 卡卡 死了 呃 出連接刀打架的 買了個短光打架 不是 他這把優勢 打局是可以 再加上確實是有個鐵 但是其實我玩了很多把打架 還是那個刷的容易引領 也是確實看陣容的 有個攀打 又是個 電狗還不走 電狗走不動 他沒血 走不動 網上夜魔電狗就別來這路線了 這個不吃嗎 這個幻想到時間了 點進手 你別說他死歸死 他也挺肥的 他把把七分鐘就能做到點進手 他有兩個人頭呀 他可以去野區了呀現在 他經濟不會太拉垮 現在可以 封臉就是 封臉就是 封臉大勝 封臉 封臉 封臉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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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臉大勝有說法嗎 小哥 有啊 我見過 有 就是打被動 板了以後開封臉 名其では 封臉大勝 merk 封臉大勝 上 封臉 crucial 封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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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你了 这个锤子在打塔 你别想啦 好嗨 风脸大声 他妈的越差也贼厉害 就对面 真的 你肥了以后 就很容易窄 就打那种厉害的 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他那个伤害是很高的 夜眼军团全面加固 斜的没有啊 只能更捶 勾踢的人性可以有他的 他能打出效果 好像 一般这个道具 不能无脑出的 难把握 尤其是夜魔 你玩的好处啥都是香的 有大的 防目精力 想逼出夜魔的大 夜魔应该不会开 不会开 往上夜魔还是不太好 九仙 九仙要死 九仙死了 死了 砸腿子刺了 再给个尾 好开脱 看拆了 天灰下卡正受到攻击 你我 治不良力 这一魂 假腿BKB 贴是做跳到的 但是一般封脸是配暗面的 但是这把有贴 他应该不会做暗面 下一件有点难选 哎 这个锤子不是 我操腰大 吃三个 哇炸了 炸了炸了 炸了炸了 他是封脸闪尸流派 好像 狠 被飞的猴子是那绝对的 玩了几年的 理解很深好吧 有自己的理解 电魂的经济也下去了 对啊 电魂中期刷不过贴的 电魂这个英雄 有时候要玩绝好吧 不然挺难驾驭的 纯刷不厉害 他后期 是蛮厉害的 他的BKB很关键好吧 后期电魂好猛 好猛 我见识过超过的电魂 正受到攻击 我操 我见识过超过电魂 大后期 还被防目击减速了 卡卡 还被防目击减速了 要被卡目击单防了 哎大招狂小时 单杀 哎呦 有你 这病龙 病龙节奏太好了吧 219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中塔已被摧毁 中塔被沟梯砸掉 一某是有点被电魂打得有点窮 一某三个单啊 玩玩玩站出了点多 但是没事啊 他这把一三号位在带节奏 降游节奏也可以 他队友节奏好呀 那个贴的时候 就本来就不是他发力气啊 他一般是 14到15分钟 坐到暗面 你 死了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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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感觉 一般就是一个沉默 抓着A救星的 这很难砸到了呀 讲道理 很难很难 很难很 打锤子 打新手的锤子 对吗 正常来说就是一个F 一个V抓着抠 反正他也必死 应该是这样 他怕他GP 他可能怕他GP 真的是他牛呀 牛 玩得出位 诶 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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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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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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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三件套了 飞飞应该闪失了吧 闪失可以开悟 打节奏了 他闪失了就开悟干了呀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咋的了 他拿封形有点没办法 他要回头探兵就要死了 闪失 躲宝 板一下 开封面 死了 那真是 出乎意料 天灰中塔 满击Buff 上回一个杂 跳过来 一魔开大 熊猫应该死了呀 在陷阱 V一下死 拼命一刀 电魂 电魂 狂小时 板牵手 死了 封面一开 IG 狀态也可以啊 IG狀态回来了 昨天打茶队 打回来了 打回来了 试一下 隐形锤 诶 取消了 他这个状态是吗 封形裸一杖 是最小的作用吧 为什么要裸一杖啊 四号封面 对呀 全力猫呀 全力猫呀 全力猫 我怎么感觉就没那么厉害 很少见罗 你要么出跳刀 要么出忍心锤的 隐形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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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差的选择 哦 对 我见过几种 控制流或者输 没见过 我是没见过 诶 链子哥被流了 贝贝单杀 单杀 单杀 单杀了 这个节奏好啊 熊猫 再往里冲 再往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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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跑了 封形猫跑了 隐身啊 夜眼下塔 正受到攻击 感觉打不过了 把盾一打了 有点打不过了 正面肯定打不过呀 他们先打正面肯定打不过 电魂是先做了个天塔 正受到攻击 老天呀 因为他这一把 看一下这波盾 看一下这波盾 F 一个绑没绑到 麻木机切入 跳进来抢盾 一波 走了呀 走 把这个假电都吃了不 不吃 一般是BKB 天灰军团 全面加护 因为大圣这个英雄要BKB的呀 怎么都是第三件 局势烈就第二件就要BKB 局势可以第三件 不管你是刷的还是干的 都是要出BKB的 对 现在埃及尝试了呀 帖带盾 他到岸面 直接在这上哪 不吃BKB 三甲去沦陷了 开了个雾 这个雾有没有被幻象看到 火龙 扫描少到了 刚刚就看到了 刚才这个雾 那个电狗看到了 那个病龙 开雾了 扫描少 他们转移了 夜眼军团全面加固 飞飞这种干的 经济第一就很流好吧 干的那种大胜 经济第一 飞飞本来就是国内 顶尖头呀 顶尖头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这是我好像 一个蚂蚁一个大胜 这两个英雄 是我 对飞飞第一印象的绝衷决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夜眼上塔 我要 马上BKB 打了这波BKB了 天灰中塔已被摧毁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有了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BKB后建议他出个金箍棒 这一把 这把金箍棒很有用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因为那个对面是风行 九仙加天堂的 天堂的剃刀 正常来说有时候是出冰眼的 这把金箍棒好用 祝福 冰眼金箍棒都可以 来个金箍棒 打了电格电格就折不动了 但是金箍棒确实是好点 那个 你大胜其实算一个中软层的 他算一个半远层 对对对 中软层的 他那个磁场也蛮烦的 他有点脆 他只能靠大招 他如果没有金箍棒 我不知道他大招 激不激成金箍棒 他在做金箍棒 这 他这个 应该是激成吧 他这个状态蛮蛮屌的 我们是上帝视角分析的 比较好判断 我们是上帝视角分析的 比较好判断 应该是激成 他那个大炮的激成金箍棒也能打出来 狗屁 府邻索 菩萎索 哎 电狗 他有个 他有个草莓跟着的 你要回家赶紧 冰了一下 大声在这挂树 这个彩蛋潘大要死了 下来闪失的 闪失了 两城 三城 板像开封脸 没开封脸 这个捆 捆的有东西 拍BGB大招 走进来了 被我打了 打了一个幻象 冰龙这个大大得可以 打了一个封形 菲菲这个大 大得不太理想 还可以啊 菲菲这个大他掩护队友 他没办法呀 他必须放大刚刚那个位置 只要他闪失用过了 留不住后面的人 刚才 他最后没站立准 他想掩护卡卡 可能是 卡卡还是死 白天了 白天感觉RNG可以进攻一下 一抹也没当 等到晚上又难打 上路杀个幻象 封脸 240 很舒服 240块一波兵 很舒服 很舒服 金箍棒啊 大神再说 卡卡 因为这把金箍棒实在太好用了 我现在在布林肯 防抽弓 封形的先手把 主要是抽弓 应该是 开武过来了 夜魔有大 这波可以手啊 这波感觉要灭 这波要灭 看一下 先手动了熊猫 飞飞挂树 板一下 狂小石 天堂一下 还是要死 这波一看就要灭 好吧 一看就要灭 太强了 只要夜魔一开大 就感觉不对了 赶紧跑 这波确实打不了 太强死了 太强死了 夜魔这个魔镜蛮厉害的 吸口会好多 续航呀 他这个魔镜能续航 主化好厉害 夜眼下卡 正受到攻击 那他有忍心锤 需要这个东西吗 我等一下 他打穿的时候可以吃呀 吃技能是吧 有单杀吗 不来也单杀了 感觉 他追死了 不给那个 叠个buff 这边 2G 这边 虎子 打得感觉很有压制力 好吧 是的 他打得好 是的 教学呀 这把大神就是教学大神 带别人野区刷钱 然后你要 你一个人大哥过来 你还要被他单杀 大神这个英雄 就是没有固定的那种打法的 和出装的 他很 所以他很难玩 这个英雄 要看自己的理解的 真的 刚才聚学者 他没办法只能补刷的 他不能学肥肥这样打 他肥了就这样打好一点 这把只要还有个贴 打钱 对的 大神就是这种边干边刷的才难打 本能赢 不是 你能赢 你能赢就是好大神真的 因为这个英雄确实挺难赢的 能赢的就是蛮牛逼的 不管你怎么出装怎么打 这个英雄难度吸收挺大的 大招啊 出装都是 很容易 不对 诶上路 又弹杀了吗 打出被动 一个板 封脸 BKB 哇 弹杀三次 流 流 还有大 九千 不用给大 这把就是他把那个光芒盖住了 这把他就是 MAYB的那个把帕克一样 这个TA被他盖住了 403 金箍棒了呀 这 练狗没空间 金箍棒了 他经济一直第一 我靠 这种太 太亮眼了 他都是打架打背的 并不是刷背的 刷打结合吧 你过来啊 大神就有大好吧 冰龙还有大 看到了熊猫TP下来 扬一下 绑了双绑 菲菲BKBCT 给个大板 拿出buff 菲菲没有BKB 打 不危险 副灵索 再给副灵索 变F 要死要死 要死 是的 没BKB 有点深了 埃及 冲得太深了 他没BKB被双绑了 有点伤 电狗 对 电狗阵容 你永远不能小笑 电狗 这波有点像 有点小 这也有点厉害 但这波其实有点伤的 埃及 他嘴子开大 再杀副鞋 这边有陷阱还能砸 链子哥下波冰眼了 这波挺伤的 真的挺伤的 这波就是可能 要被翻的 出现 已经 他两个都是了呀 隐身 晚上有不好断 晚上有 这两个大哥的节奏断了 再输一波可能就被翻了 平衡继续 就再输一波这种团 然后下个盾 下个盾 下个盾一眼带的话 就可能就危险了 下个盾胜负团 好 容错日确实没有RNG高的 后期也不弱 后期也不弱 后期挺厉害的 他两个酱油厉害 烂跟冰龙 中期会有一段时间 如果你练死 再被灭一波 会被压着打的 被刷了 就是个盾了呀 啊大盾大母鸡 这个母鸡的话 你也可以拿好吧 大盾就是怕消耗好吧 这个盾谁拿了 谁赢面倒 还好呀 这把有冰龙 你消耗他没用 他奶一口 奶就行了 冰龙打线是最大的 消耗他没用的 你要杀人 骑士线 大盾 大盾还好 无所谓 自灭也蛮厉害的 本来还有封脸 电狗死了 可能上高 会比打盾好 只要这波电狗死的话 就上高 大盾给大 很稳健 一个板 哎 熊猫变身 变退了 附连锁 大盾 有BKB了 打死贾电狗 这里 还有一个板 哎 找到电子哥了 一个板 找到电子哥了 板 开封脸 BKB 攻击力很高 电子哥又被单防了 连续单防四次 不限单 不限单 其实打大盾要出 要出推队棒 一把把死九仙 哎 还有这个风行 暂地记者 暂地记者 装了一个A帐 感觉这波打赢 是真要赢了 这波太关键了 这波打赢大概率赢了 而且可以破路啊 这波过去上 电狗死了 是可以破路啊 电狗买不活 破一路 然后回去打个盾 回去打盾 回去打盾 这波打赢 感觉就赢了 肯定是IG的 他不急着打盾 先把路破了 能破路就破路死了 只要电狗死了 肯定是破路啊 电狗不死就 破路要去打盾 压场 不让出来 不让出来 打盾 多路下咯 这波打完赢了 这波打完赢了 这把飞飞表现太好了 这把飞飞表现太好了 他把电狗给单防 不是 他单杀四次 单防四次 他打你妈子不难 就是我一号位 把你一号位单防了 而且是他成名一号位 电狗被单防了 就很难受的 魔镜该被大赢吧 不要TA好 魔镜给TA好 TA带沉默的 大赢魔镜就是 抓人屌 而且打大赢啊 酱油要出推推好吧 他自己也可以说 他那个大招和那个 就是推推棒 他下波冰眼了 A帐出形式之类的事 这两个丰富 没用呀 他出A帐 跳到推推 对团队的提升一点都没有 你只 只能对个人有点 他只能是自己不死啊 对啊 而且正面还有九棒 没用啊 你大了 你看 死啊 有个大 你这不死吗 可以让有啥用啊 从他选择这个装备的时候 就死了 买活 你还不是 你猫要被打不住 你有这个魔棒 哎呀 死了 他还被绑住了 一个绑 撤撤撤 买活了撤 刨成了一个 刨成了一个 差四号位好吧 还可以 大刀没大 还是 打不过的 等我个冰眼把这个 魔棒卖了 有了吧 差一点点 一波野怪 变了 把封链拿下去 看着好舒服啊 这个大神 变魂死了 教学机 大神 教学了是吧 BKB 打 TP 没大 状态在线 我感觉 他不提他死了 他没大 他状态在线 两条命 他刚才不提可能被翻了 因为他死 帖也死了 大神就是这种干的大神 容畅相对没那么高 要一直 要一直节奏 没拿了没拿了 他有板 他有板 板一下 太强了 太强了吧 摇个大 电狗 然是 把封链拿上来 不会还是要死吧 买活救他 买活 羊道真的电狗 三层 电狗电狗 死了 买不活 这东西没用 跳刺 跳羊 刺 刺别犹豫 犹豫个技儿 犹豫了 他是 鼠标没点到 我估计他所以犹豫了 他那个太小只了 变成羊了 一模一看飞飞要被冻死了 赶紧买活 好吧 这个买活 要破路了呀 这个电狗 买不活了 祝福 封联 换成撒蛋 就好 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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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Edwards 顶啊 顶珍 顶 EDG打不了 顶 AWS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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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25G应该是点右边吧,无线跳。-点左边,宝哥。-左边,他大招,他放大招吃饭了,大招呀。-他这个大招,怎么很屌的,左边。-点右边,是倒江湖的。-无线跳是加油点的,加油大声就可以点无线跳,好吧。-他那个不叫无线跳,只能叫无线下底。跳是要磨精,好吧。 -右边我玩过,局势很稳的时候,我点个右边。-右边应该很快乐。-快乐得很。-右边要配魔镜,特别好玩。-就在你脸上呀。-我上去,我下来,我上去,下来。-耍猴呀,耍猴。-耍猴。 -耍猴。自己耍自己,耍猴。-少了、谁耍猴。-耍猴。-吃了。-吃了。-咬个大。-羊。-犹豫了,犹豫了。-太犹豫了。-狗猎了呀。-都了呀——狗猎球。-等队呀。-IG等队、没必要那么急打ert。-等队。-没那么想打,其实还是。-等队。-等队。-。 哎呦 飞飞这把太战神了 这个猴子 这把猴子没那么屌 我感觉埃及不好赢好吗 很容易被翻了 他这种情况 埃及撤 埃及还没打 埃及想打 猴子没打 这夜魔狂了个圣剑是啥情况 真有他的 哎 找到了 电狗 没没 他BKB 但是可以黏住 对对对 有夜魔 埋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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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哦 他没有 他有撒弹板 还有撒弹 还板了那下 再撒弹吸 吸不动被控了 但是也够了我跟你说 你把别人的最强的一号位防住了 交个队友了呀 队友四打四 四打三 贴了呀 圆一某舞台 炸人心圈 看个这炸人都死了 想到里队友够玩他们了呀 夜眼中卡正受到攻击 抽了一百四十九 再捡个数哦 领利 推推推一下 你说勾踢这把夜魔也玩的还可以的 哥哥 蛮有用的 这把夜魔就是很好发挥呀 哈哈 炸人心织 哎 把我做报告 冲之跟叔叔都打不死夜魔 千里之外 我就掌握了你的手 继续 十秒 哎 扣不了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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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 还不敢去 还要把大师给帮了好吧 怕了 那是打伐木机的